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个饭团 这个饭团我会叫做冷到出汁饭团 因为做法实在太容易 我相信小朋友都应该会懂得做的 材料方面, 我今天用了炸菜, 菜脯 还有可以在韩国店铺找到的韩国叶菜 肉松 日式酸梅 今天我用了两款米来包饭团 第一款我用了杂菊米, 因为感觉比较健康 饭团的馅料其实都可以很随意 你可以用你自己喜欢的馅料 今天我自己用的馅料 其实全部都是我自己家里找到的东西 不需要特别去买 只需要煮到饭, 就可以开始做这个饭团 我做这个饭团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很想念以前香港 都曾经有一间类似的店铺 它也是做这些饭团的 有很多种配料任你选择 以前我很喜欢 下班的时候经过很饿的时候 我还会买一个 然后就一路走一路吃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 放完馅料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饭团包起来 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技巧 你只要把保鲜纸 慢慢把它包成一个球体 那就可以了 不过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你那个饭团 保鲜纸要包得实一点 吃的时候 饭团就不会那么容易散开 而且你包完之后 都不用那么心急 把保鲜纸拆开 让它自己定一定型 放在一起 另外一款饭团 我就会用白米饭 不过这个饭团 我就会跟着日式的做法 拿一些寿司醋下去 令饭变成寿司饭 吃起来的时候 就更加美味了 把你自己喜欢的配料放进去 这个饭团饭 我就会放一些日式酸梅 我自己就很喜欢吃酸梅 那我会放多一点 饭团做好之后 吃的时候你拆了保鲜纸 你可以加一块纸菜 包住饭团 令你吃的时候 手就不会沾到饭粒 因为我家里没有日式的纸菜 我只是用韩式的纸菜来代替 不过吃起来都很好吃的 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介绍的 这个冷道出汁饭团 如果喜欢这条片 记得给个赞我 还有记得订阅吧